新台湾国策智库的调查显示 年底的九合一选举 有超过半数的民众 没有明显的政党倾向 而执政的国民党选情不利 在野党的迎面比较大 不过在两岸关系上 学者也提出警告 说北京方面已经开始对绿营学者 及政坛人士进行打探渗透 年底九合一大选 新台湾国策智库公布最新民调 两个月来支持国民党减少5.1% 不表态的也增加4.5% 而在政党好感度部分 不表态民众约增加一成 几乎都是泛兰支持者 不表态的增加8% 那一般认为增加的部分 很多是本来喜欢中国国民党 但是现在态度上保留了 所以显示有半数以上民众不喜欢 两党都不喜欢 或者对两党都没意见 对政党的疏离还是相当严重 很明显的国民党选举大败 大概是可以预期的 预期国民党在年底选举大败 总统马英九面临跛脚或国民党内讧 另外北京也将持续施压渗透 希望民进党做出对中政策调整 可能重启外交打压或邦交战 我研判在选后 11月底的选后之后 北京那边会跟民进党有一些互动 我们的研判会继续对台湾进行渗透 跟收买民兴的工作 就是他就像他过去几年来在做个动作 来防止民进党重新执政 或者是民进党重新执政之后 可以来进一步影响新的民进党政府 跟新的民进党总统 坦诚北京会持续打探贩率学者 智库等非民进党官方 不过智库民调数据显示 台湾民众的台湾认同创新高 今年族群更是超过七成 已经成为国际社会 北京方面台湾政党 都无法忽视的主流民意 新唐亚太电视成为 姚璋轩台湾台北怎么到